子 子萱姐 你瞧刚刚那个男生还在那不停地呕吐着 难 难道我们真的要吃下这叠红烧肉吗 虽然我很爱吃 但这叠肉我真的真的没法吃啊 这么一大叠的红烧肉就摆在眼前 虽然看上去像是很好吃的样子 可 确实任谁都不敢去吃 对呀 子萱 你不是说这红烧肉可能是用遇害的人制成的吗 难道我们就为了救那个莽撞男生 而不得不去吃这红烧肉吗 姐妹们 你们先冷静冷静 这红烧肉肯定是不能吃的 谁都不晓得吃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是 我是为了救那个男生才去领的红烧肉没错 但是换做是你们的话 真的忍心看着仅存的同类遭遇危险却不去救吗 将心比心 如果换做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也和他一样遭遇着同样的事的话 我们也会希望有人能挺身而出的 对吧 但你刚刚那样去做 就算是出于好心也属于另一种莽撞吧 这下可好 那么一大叠的红烧肉我们要怎么处理啊 你瞧那些大黑口罩的 看见我们拿着红烧肉 那眼睛笑眯眯的好不恶心 姐妹们 琪 其实我有个想法 你们帮我听听看我这方法行不行的通 现在也快接近上课时间了对吧 无论带 还是没戴黑口罩的 其实大家都陆续离开食堂去各自的教室上课去了 你们想想 至今为止 确实也没有什么处罚能向那恐怖老师来得直接 说杀就杀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只需要继续吃我们的食物 并且慢慢地将一些红烧肉参进吃剩的食物中藏好 过程中一定要非常小心 尽量避免被发现 但食堂基本没什么人的时候 再将这红烧肉拿去倒掉就好了 冰冰 你这主意不错 成绩好的人就是不一样 点子也多 谢谢你 冰冰 我还没说完呢 为了安全起见 一会准备拿去倒掉的时候 你们三个负责倒普通食物 我负责倒红烧肉 你们说这样的安排可行吗 为什么是由你来倒啊 冰冰 你的胆子也就只比文文大那么一丢丢而已 你确定没问题吗 这红烧肉还是由我或是子萱来倒吧 是啊 冰冰 这种事还是我来做吧 这红烧肉是我拿回来的 自然也该由我来倒才对啊 就因为是你们拿回来的 食堂的员工还有那些黑口罩都瞧见了 若是再由你们去到的话 我担心他们会格外的注意的 所以绝对不行 更不用说文文了 他的胆子小到立马就会露馅的 所以就这样决定了 我是唯一的人选 明白了吗 哇塞 第一次看见冰冰你那么的沙发果断呢 佩服佩服 请受小女子一拜 咪咪你就别闹了 谁说我就是在闹啊 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有我在 你们那压抑的心情能得到缓解吗 哼 好了 是我不对 咪咪你接着闹接着闹 姐妹们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行动吧 嗯 好 嗯 你们谁可以来扶一扶我吗 怎么了冰冰姐 是奶不舒服吗 没事 就是刚刚再到红烧肉的时候 那食堂阿姨突然的就望向了我们 吓得我心跳加速 妈呀 这种事打死我都不做第二次了 实在是太恐怖 太紧张了 呦 刚刚还视死如归的 现在才开始感觉到害怕了 我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 哼 就欺负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嘴欠 我道歉总该行了吧 走吧 我们还是赶紧到教室去吧 要不然真的会迟到的 哎呦 突然给忘了 走走走 几人急冲冲地赶到教学楼后 出乎他们意料的 今天并没有像昨天那样的鬼打墙 而是非常顺利地就找到了教室 并自然地就坐回了和昨天一样的座位上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 那女老师就像是游戏里的NPC一样 非常准时地就突然出现了 可是遗憾的是 今天这堂课一共有十位同学迟到了 并且面对了和惠山他们一样的 死的惩罚 这让子萱的内心十分地笃定 那些披着人皮的怪物 在达到一定指标后 心情就会变好 并且会停止更多的杀戮 而学校里的学生就像是正被他们圈养着一样 并持宰割 姐那几人虽然又再一次有惊无险地 熬过了一天的课程 但这种随时就轮到自己死亡的恐惧 又何时是个头呢 唉 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 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等死一样 我就不信还有谁有心上课 况且那不知是人是鬼的老师 根本就没有在教课呀 他都只是给了个主题 让我们自行发挥后就开始等着 看谁违规就杀谁 是啊 我刚刚尿急都不敢上洗手间 一直就这样憋着 动都不敢动 可不是 我刚刚也是拼了命地忍着 哪晓得这上课时间 若是走出了教室的话 还回不回得来啊 姐姐们 我们现在可以去食堂吃饭了吗 我 我饿了 天哪文文 你难道都忘了刚刚在食堂内的事情了吗 亏你还能想着吃 没事的 我觉得这食堂倒也不是不可以去的 我们就像是早上那样 避免和戴黑口罩的有接触就好 你不也看到了吗 那食堂阿姨 在说服不了我们的情况下 不也没有强迫我们吃那红烧肉吗 如若真的 不得不难的红烧肉的话 就用同样的方法倒掉就好了 姐妹们你们觉得呢 我也赞成 如果不去食堂吃东西的话 我们带来的那点食物 恐怕撑不了几天的 对对对 我们可以吃面 吃沙拉吃什么都行 就不要吃红烧肉就好了吗 好吧 你们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怎么办 走吧 要去就早点去 有了早上的经验后 子萱觉得这食堂也不是那么危险的地方 于是姐妹几人还是决定了 先到食堂吃过饭再回寝室去 这下午的食堂呢 人潮并不像早上那样的多 若大了食堂里 放眼望去除了一些正常的学生外 也只看得见三两个戴黑口罩的学生 而其他的黑口罩都不知道上哪去了 都不见了踪影 冰冰 你和冰冰对调一下 等会儿就我和冰冰去买吃的就好 而你帮忙陪着文文 这样可以吗 我没问题呀 让冰冰去了解一下也是好的 我也没问题 子萱 那我们走吧 子萱 你觉不觉得我们前面排队的那个男生 有点眼熟啊 是有点眼熟啊 冰冰你等等啊 让我想一想 这 这男生不就是早上在那骂食堂阿姨的那个吗 我救过他 他怎么也戴了黑口罩了 难不成是因为他吃下了那红烧肉 所以他 他也变成了黑口罩的一伙了 不是吧 你说吃了那红烧肉 也会变成戴黑口罩的那伙人 那也太恐怖了吧 还好我们早上的时候 全都倒掉了没吃到 我原本只当那可能是用人肉做的红烧肉才没敢吃 现在看来 这红烧肉就算是真的用猪肉做的 也绝对不能吃啊 要不然我们几个现在 可能都会变成他们那样了 冰冰你的动作别那么大 千万不要表现的太显眼了知道吗 哦 是我一下没注意 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食堂里的叔叔阿姨都换了一批人了呀 这 哟 这位同学 瞧你这瘦的 想必是为了减肥 平日里都没怎么吃吧 来来来 叔叔这的红烧肉可是刚刚做好的呢 还热腾腾啊 同学要来点呢 叔叔我敢保证 你吃完这红烧肉后绝对会赞不绝口的 来来来 叔叔盛一碗给你 不不用了叔叔 我最近胃口不好 没办法吃那么重口味 还是吃一点清淡的食物就好了 谢谢你的好意 不好意思啊 哦 是这样的吗 那好吧 素食档就在隔壁 你到那去选择吧 这小姑娘以为她今天不吃 明天也不吃的就能当没事 可是早晚不都还得吃吗 子萱 刚刚那个叔叔说的话 听得我心里好毛啊 他说早晚不还得吃什么的 他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别理他 我们赶紧吃完赶紧离开 当做没事就是了 正如子萱所说 食堂里的叔叔阿姨们 并不会强迫学生 非得吃红烧肉不可 只要不理睬 或是婉拒他们就好了 姐妹几人 就这样无惊无险地吃完了饭 并回到了寝室去 子萱 刚刚那怪叔叔说的话 实在令我很不安啊 什么早晚不还得吃的 难道我们吃下那红烧肉 只是时间的问题 难不成根本就必无可避吗 这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啊 冰冰 我们暂时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说你们就先别谈论食堂的事了 先说说今晚咱咋办呢 虽然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谁都没带闹钟来 可若是那女射尖真来敲我们寝室的门 你说我们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呢 那那哪是什么女射尖啊 就是个怪物 我觉得无论我们开门还是不开门 只要不是和她一伙的都要遭殃 文文啊 按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横竖都得死啊 你就不能说点建设性的话吗 我 我有话要说 咋了冰冰 你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广播真的很奇怪啊 我现在都有点乱了 这到底是跟呢还是不跟 你们回想一下 广播里不是说学校会严格按照学生手册的时间去执行吗 可无论是上课钟声还是熄灯时间什么的 这时间都是期前一分钟的 还有说好的只有男射尖 而且熄灯后不会查房 可那女射尖又拼命地敲门 到底为什么闹钟算作是违禁品啊 这未免也太离谱了 明明你说得很对 其实条规里有几点也让我很是在意 我记得有一条是要我们睡觉前记得将门窗关好 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那些窗户却又被打了开来 我绝对相信冰冰肯定是有去将窗户给关好的 但是那早已关好的门窗又为什么会被打开 被什么给打开的呢 规则里让我们关好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 这宿舍大楼只有一名男射尖 可我们这是女生宿舍大楼啊 怎么可能让一个男性担任射尖呢 就算真的就如广播所说的 宿舍大楼就只有一个男射尖都好 我怀疑 那敲门的有可能其实就是那个男射尖本身 而我们所听见的女人声音 其实就是她办的 还有一点就是 条规说 11.59分后不能用电子设备 可自打回到校舍后直到现在 只要是在这宿舍大楼里 我们的手机一直都处于没信号的状态 那既然没有信号也没有网络的话 那夜里谁还会使用手机这类电子产品啊 禁止使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还有为什么要惩罚携带闹钟的人呢 闹钟算什么伪劲品啊 哎 闹钟 电子产品 文文 你这句话点醒了我一件事情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么个可能 11.59分后禁止的 其实不是使用电子产品 而是不让我们看到时间 姐妹们 我突然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按照 那所谓的规章制度了 所以才一步步的落入了 那些怪物的掌控之中 如果我们今晚 就和广播里的那些只是反着做 你们说 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那依你的意思 究竟是怎么个反着做法 今天晚上 我们不关门 也不关窗 一向来胆子 就比较大的子萱 突然的就提出了 这吓死人的假想 你觉得这另外三人 到底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 开着门 开着窗的 搏一搏呢 我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 我们在这里 都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 看着我 我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 我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 我会不会跟随紫萱一起